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的呢 这儿呢 刷新 怎么样了 居中了吧 这个表示他这个这个这个左右自动居中 你看我们整个这个boxdiv是不是就居中了 是吧 那么他的这个高度我们不要 他具体多高 是不是我们给他撑多高 他算多高 对不对 那么我们接下来写 你该写谁了 是不是写导航部分的一个一个样式了 对吧 那么导航 你想设置他的样式是不是警察呀 不是我们这个logo的对不对 设置logo的 那么他的他的宽度你用设置吗 不用吧 因为你不设置是不是他默认他负级的宽度 他负的宽度是box的宽度啊 对吧 那么上面的这个呢 他的父亲呢 你就不用给他设置颜色了 因为他的颜色我一会儿都会给他给他怎么样 覆盖掉 那么他的heijht 我给他设置100px byground color 我让他设置了 不让他设置了 不让他设置了 这是不是就是导航的了 对吧 这是导航的 难道这个是100 啊 就是这么高 啊 刚才我就设置100是吧 这个就是我们放logo的能力了吗 那接下来我们要搞谁的了呢 是不是nav的了 对吧 那么nav他的高度一般不会太高 啊 啊 267 啊 byground color right 那你看你有关导航了 是不是都放在这里了 是吧 接下来是不是主体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主体 我们这个主体是不是还分左主体和右主体呢 对吧 那么我是不是先设置这个慢的就ok了 那么这个呢 我再设置其他的 紧 慢的 主体 主要是给他设置个啥呢 高度啊 高度可以给他 多设置点高度 因为主体的内容是不是比较多呀 对吧 主体的内容比较多 啊 那么我们再试试谁呢 left on my 左边怎么样 啊 那么再试试谁呢 是不是右边啊 那么他们俩是不是要平分我这个主体的一个宽度啊 对吧 那么首先啊 但是你如果正常这么写 这俩是不是按上下排列呀 那你现在要让他干什么啊 是不是左右排列啊 快据元素能左右排列吗 不能吧 那么我首先把他变成啥呀 inland block是不是就行了 因为inland block可以横向排列 而且我也可以设置宽高 是不是啊 那他俩都让他变成啥 display inland block 那么再给他设置什么 是设置宽就行了 宽要让他平分我们的整体 整体多块来的700对吧 那么一个是多少 350prx 白光的color blu1 那么他呢 下面这个呢 我也让他是什么呢 350 pimp 刷新 我没保存吗 保存了 left 那我没设置啥呀 啊 没设置啥 没设置高是吧 高我们给他设置多少 如果不设置的话也应该可以 设置一下 刷新 啊 你看 但是现在怎么样啊 啊 还是 啊 这样过来了 对吧 那么这里边还要设置一个东西 浮动 啊 浮动 float float 哎呦 我靠写错了 flat 我让他 哎 这只d 我让他有网友服一下 那个我也得服我感觉 哎 不用服了 那说过来了 我这讲你你里边有些属性你不知道可以啊 那么我还后期还会讲的这叫浮动 啊 这个浮动就要他 去列列了说他一行为什么我 其实不写他也行啊 呃 他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看着我把它变成一个三百 三百四十五 啊 你看 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了 就是因为我刚才让他俩加起的700了 知道吧 他俩还有个默认边框的一个问题 你看 我现在我又写这个浮动了吗 浮动了吗 你看我让他少一个349 刷新是不是不行啊 啊 因为他们俩默认有一个1 我都让他变成了多少呢 三百四十九 还是不行 一个三百五一个三百 四十五 就是说还还是要试啊 我这还能往里 但是你看是不是过来了 哎 不写那浮动也行 是吧 啊 啊 那么就是 左右了 那么是不是还差一个啥呀 还差一个富特吧 富特 啊 那么他我们无非就设置一个啥了 呃 宽度不用设了 设置一个 高度啊 一般这个这个 夜角可以多高都行对吧 写一个就行了 那么 白克狗王的 他了 P K 随便写一个 那么你看这整体的一个页面布局 能理解了吧 你看其实有的网页其实就是这种布局吧 是不是啊 有的网页就是这种布局啊 但你看同城邦的这个 上面这个是我们可以认为叫logo 他和这个我们的导航是不是放在差别了 对吧 你看这几下是不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罗伯的这种广告 是吧 在底下是不是都是主体 主体在下边啊 这个我们可以叫 底角了吧 是吧 是不是这个页面结构 他这个主体里面可能没有分左右 但是主体我分上下了 那上面是一个主体 下面这是一个主体 一个上主体一个下主体 是不是可以 这个主体里面又分一个左和右 看看 能理解了吧 这个页面布局啥意思 那么其实还有啥页布局呢 看着 我们这个PPT里我还给你规定啊 有一个logo的导航是左侧一叠的 右侧是主体的 这种好 好多 好多也也见过这样的吧 一些那个博客博客的 装说 啊 哎 知道了 看哪个呢 看这个啊 啊 哎 说 不能 就看谁那个 看贝雪梅的那个 呀 你看 这个左侧 看到了吗 左侧和右侧是不是分的了 对吧 那左侧就是一个主体 右侧是一个主体 对吧 你看上面这个博客 啊 那下面这个梅导航是不是也有什么标明是谁的啊 这就 这就是魏雪梅的吧 你看已经是排到 第一位了 多少多少的访问了 四十三页读就第一个了 我看 啊 啊 哪呢 我这没看到 啊 访问 我就访问两次了 好了 啊 我们再来看 啊 还有这种呢 什么 logo的完了 左侧的导航中间主体右侧又有一个什么信息底下是页角的吧 那么 今天晚上 右边这两个 你能不能给我画出来 这有啥不能呢 不就是DIV的网上布吗 对不对 你看我刚布一个这有啥难度呢 你已经学了一个月的panther了 对不对 虽然说和他不大便 但是思维现在应该比以前宽宽过了 好了 啊 注释呢 看着啊 atmail里边的注释是不是这种的 啊 css里边注释是这样的 看好了 我也不用续说吧 知道啥是注释了都对不对 要按照有的人就刚开始学a15的时候 啥是注释啊 不知道吗 对不对 那你就得解释啊 我得这么写 我这个不编译 对不对 对于你们来说我感觉不用了哈 用六八件 啊对六八不是我教啊 哎 上海件 来 那刚才我给那个用ID的那个找的 你看着啊 我们这里 我这里边是不是用选择器是不是这种写的啊 那么我们上两个选择器是怎么写的啊 选择器是不是这个标签名啊 对不对 现在我们就想 我们标签可以都写了 对吧 啥标签你都能写了吧 只不过没有样式 任何样式 你是不是都能写了标签 标签很简单 对不对 但是标签那些样式 我是不是得设置啊 你要想设置样式 你得干什么呢 找到你想设置样式的那个标签 这是主要的问题吧 那么你看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力啊 还有这种A 它是设置所有的A和所有的力 对吧 那么我们到如果用所有的 但我们这里是不是就越来不太实用了 在我们这个DIV这里 是吧 那你看我们用的是警号什么什么 对不对 那么这个叫选择器对吧 接下来我们就学习选择器 干什么呢 去找你想修改样式的那个标签 能理解了吧 现在你感觉还能接受吗 这个ATML 我告诉你 ATML在早期的课程里 一般如果培训啊 签诺式学不明白 签诺式是最难的 但是它的工资最低 签诺式如果培训学不明白 去学安卓 安卓培训学不明白 去学LS LS培训学不明白 去学H5 H5培训学不明白 去学测试 测试学不明白 去学UI UI学不明白 退学吧 潘森目前它的难度 其实 其实如果整体来看 它要比 如果就目前来看 它比 它仅仅比H5难 比 跟IOS差不多 如果到后期来看 潘森要比 安卓还要难 比扎文还要难 但是你想让它超过 那个签诺式 也挺难 但是某方面 签诺式整体还是比较难的 行了 我们看看这个选择器的使用 选择器 我们要知道 CSS有哪些选择器 那么还需要知道 选择器有哪些权重 还需要CSS新增的 CSS3新增的选择器 就是说 CSS3里面 其实现在我们有点不太区分 CSS和CSS了 来我们看看CSS选择器 这都是它的选择器 还不太全 这是常用的 这些是常用的 能力下吧 还有好多没说的 第一个就是叫什么呢 叫元素选择器 叫元素选择器 其实元素选择器 我们已经用了 就是谁 就这个 这就叫元素选择器 还有叫什么选择器的呢 ID选择器 我们也用了 这里 是不是这个就叫ID选择器 能理解吗 那么还有叫什么 Class选择器的 这个我们现在没用的 对吧 还有个通配符选择器 就是这个星号 还有交集选择器 并级选择器 后代选择器 子类选择器 尾类选择器 这九个我们都要说 来 标签选择器 标签选择器 你看 我给你整理的 已经很清晰了 语法 元素名称 大括号 属性 括号 属性值 那么你看看 我们在这里 在这里是不是就这么写的 标签名称 大括号 属性 属性值 分号 那么属性 属性值 是吧 只不过现在 你好多属性 你不知道 是不是 那属性慢慢来呗 现在你想找到 所有的力 想找到所有的DIV 想找到所有的P 能不能找到 是不是用哪个选择器 元素选择器吧 对不对 也可以叫标签 选择器 对不对 那么 安静 说明 标签选择器 它是以文档语言的对象类型 作为选择器的 即使用结构中的元素名称 作为选择器 例如什么 Body DIV P 以密之 其实这就是标签的名吧 是不是 所有页面的元素 都可以作为什么 选择器 只要你是标签 就可以作为什么 选择器 因为我想找到所有的标签 对吧 用法案 如果想改变某个元素的样式时 可以使用元素选择器 某个元素 其实就是所有的P 所有的DIV 所有的什么东西 对不对 可以用这种 那么它可以统一文档内某个元素的显示效果 他说 我想让所有的DIV的背景颜色全都是红色 你说DIV大括号 是不是 那么标签选择器是不是知道是啥意思了 非常简单 标签选择器 只需要你知道你想改哪些标签 是不是就可以了 ID选择器也超级简单 因为每一个属性 每一个元 每一个我们的这种元素 我是说每一个元素 诶 哪了 这呢 我们在用起的DIV对吧 每一个元素都可以有一个ID属性 但是所有元素的ID值是不能相同的 页面中 一个页面中的ID值是唯一的 理论上是唯一的 哎 我又来个box 或者我不叫box 我叫logo1 你看他俩是不是一样的 是吧 我这里写一些东西 写错了 一样的 但是里面的内容不一样 对吧 没有发现 你看 哎 我这可以啊 可以不一样 可以不为一啊 对吧 但是 没有人这么干 默认ID是唯一的 你不唯一的话 其实他报错吗 他不报错 哎 他不报错 啊 他不报错 啊 不报错 你看 检查 有错 没错 语法 是可以的 啊 不是 啊 我们展示上是可以 但是语法是错误的 因为ID 在我们的规定来说 他就是 唯一的 但是呢 很搞笑 不唯一 还不报错 你这有的时候就难以掌控了 是吧 这就看人了 是吧 帅的人都不那么信 反正啊 反正我是不那么信 来 啊 继续啊 继续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 每一个属性都有一个ID值 那么我其实ID值最好用了 我想找哪一个标签 你看我想找这个导航的这个 logo的这个 在哪 直接就是井logo 是不是就找到他了 他只修改他对应的ID的这个DIV 其他的DIV他修改吧 他不修改 那么看一下使用 使用ID选择器时 应该为元素定义ID属性 你没ID属性 我咋找你啊 是不是啊 ID属性的一个语 使用ID选择器的语法是 井号加上自定义的ID的名称 啊 那么如这个井 套法 是不是就这么写了 那么ID的命名规范 英文不能使用关键字 其实你就干什么呢 不能用那个标签名 这种这样就不行了 是吧 遵循标志符规则就OK 那么一个ID名称只能对应文档中的具体一个元素对象 因为ID只能定义页面中某一个唯一的元素对象 你看这里我都说的是唯一的吧 但是不唯一它不那啥啊 那么ID选择器的最大用处 创建网页的外围结构 就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这个 能理解吧 就是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结构是不是都固定的呀 是不是啊 那么ID常用于这种固定结构 那么一个DIV你看是不是一个部分的 我是不是用ID去标识的 我这样找它是不是好找啊 对不对 ID如果你要多了 其实你还难找呢 如果你这个标签几千个几万个 你想找吧 是不是啊 只有我们在固定这种页面结构的时候 用ID的情况是比较多的啊 还有什么呢 啊 class选择器 class选择器 第几个了 第五个是吧 选择器 喝 我靠了 我没改啥呀 咋改呀 这是 咋设置啊 转呀 这个 我靠我这 简体呀 再改回来 有用 确定 确定 我回去 我就把这个 就这么来吧 前两天刚去的趟那个台湾 来完成 我靠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这个前面那两种选择器就不太说了 因为已经用过了对吧 而且是不是很简单 这个class选择器 你看啊 这个是先说这个class啊 先说class的这个属性 你看着啊 你看着啊 呃 批标签 你看着啊 SNCK A4 古的吗 咋了 吃吗 nice 看着我给每一个我给他们都设置啥呢 都设置属性 class什么 P 给他们设置一个class属性 P P 这个给他整成酷 啊 上面这个也叫P class的值 是可以相同的 class的中文是不是就 呃 就是说同一类的一班级的意思啊 对不对 哎 就说一类样式的我都用class规定 那你看着啊 我现在我的需求是 我想给这两个P标签啊 设置一个背景颜色 都是红色 那么按照你来来 如果我用P 你看着啊 STY 我如果用P选择器 是不是都设置啊 不合适吧 那么我想用ID 没有ID属性啊 就算你有ID属性 你是不是得写两次 是不是啊 那么你看 但是他俩有个共同点 class这是不是都是P啊 哎 那么我就可以这样来 点 P 一 白狂的color ride 记鞋带啊 鞋带有点记紧了 勒脚 哈哈 好了来 我们看一下啊 把这个跑起来 你看 是不是只有他俩都变了 只要是class属性的 是不是都用这个样式了 只要class是PE的 是不是都用了 看到了吧 那么你看啊 使用类选择器时 应该为每个元素 定一个类名 是不是定一个class属性 其实就是 对不对 那么class选择器的语法是 那么点上什么什么 点上这个class的例名 看到了吧 那么class选择器 更适合定义一类样式 我这一类的P 都要一个样式 另一类的P 是不是要另一种样式啊 比方说另一类的P 我都给他设置成P 那么点P 那么点P 白ground color 是不是可以别的颜色 Blue 那你看是不是一类是一类的样式了 刷新 看到了吧 这个class知道啥意思了吧 注意类名的第一个字符 不能用数字 那么他 无法在 这两个浏览器中起作用 就说 但是一般帅的人士 都是遵循标志符规则的 那么class能理解啥意思 class选择器 是不是选择一类啊 对不对 但是你要想选择一类 你这一类必须要有有啥 是不是有class的属性啊 是吧 有class属性 那么前边这三个 是你最常用的 非常非常常用 能理解了吧 那么通媒服选择器呢 其实我们也用了 是所有的 这个星是表示所有的元素 一般我们就干什么呢 在我们写代码的时候啊 最下面写一个星 啊 pading 零 啊 margin 零 这个你先甭管啥意思 就是说 所有的元素的pading值和margin值都是零 如果要设置值为零的时候 不用写px 其实你写零px就行 但是如果是零了 就不用写px了 其他的值都要写px才行 啊